夏天不仅是收割季 也是东山树心红茶上市的季节 而东山香农会今天特别举办了 树心红茶分级包装的评件 总共有105点来参加 分为三个等级包装 预计今年7月就会上市 随着夏天的脚步 东山树心红茶即将上市 东山香农会今天特别举办 树心红茶等级评件 共有105点参加 并且邀请茶叶改良厂 秘书邱锤峰博士担任评审 以红茶的形状色泽 以及茶色等方面进行评比 我们一起综合包括它的形状色泽 水色还有香气滋味 滋味的话 今天我们要有红茶的受韧性在 然后要有它的饱满度 这是我们红茶的一个评审上的标准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还有我们的售价 那我们会把它就把它淘汰掉 那我们因为 我们这次分为有金质 然后银质 也有优良 所以说我们也分成三部分 树心红茶等级评件 共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金钻甲 银钻甲 以及真钻甲 采用是两包装 售价分别是 一千六百元 两千四百元 以及三千元 我们分为三金 分为金钻 银钻 还有真钻 这次呢 我们的品店有两大要求 第一到第一 就是所有的 百分之一百都 经过农药产土的检测 第二就是说 所有的都参加 都要有生产的履历 所以这两点的要求 我们这次呢 很高兴 我们所有的荣誉 都尊效的 这个有没有使用 这个规范 完全都通过 我们这次的 这个品店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 整个的要求都提高 所以我们这次 在品店之后的 这个价格呢 我们也有所做条件 金钻甲呢 我们一斤是三千元 银钻甲呢 是两千四百元 真钻甲呢 是一千六百元 这是参加品建的红茶 除了要付上 产销履历之外 同时必须依规定 完成农药抽验 预定七月初 包装完成来上市 宜蘭新闻记者 賴福星采访报导